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订阅,购物车内货购后追加销售,通过优化网站运行速度,客户将获得无缝的购物体验,成为忠实客户。 3.客户终身价值,LTV要建立长期和短期业务,最重要和经常被忽视的指标是LTV,与其考虑客户的整个生命周期,不如了解客户该特定的回报期的价值,首先确定60天,90天或120天的LTV。 取决于正常的SKU,重新订购或追加促销周期,然后执行一个适合你的现金流的计划,同时提前加贷产品并提供最高的投资回报率,像难忘的开箱体验或电子邮件营销这样的策略,可以产生一个拥有自己客户的社区,他们会发现你的品牌值得推荐。 4. 可变成本 盈利能力对于在线零售商来说,最大的竞争优势在于可变成本,由于商品成本较低,加上送货商们的便利,网上宠物品牌可以领先于实体零售商。 4. 在数字世界的新规则下,实体零售商还没有简化其配送或供应链流程。 5. 世界行业报告指出,网上零售商已更方便,更有竞争力的价格提供类似的产品,来自在线宠物食品和宠物供应销售的需求增加,可能会降低对传统食品店的需求。 按例研究, Crown & Poor的成长经验为了让增长公式中的每个变量都生动起来,让我们来看看宠物品牌 Crown & Poor如何是如何掌握在线零售领域的。 2019年3月, Crown & Poor从英国的一个小镇起步,到同年12月,它的销量增长了10倍,并在全球扩张。 Crown & Poor是一个有趣的宠物用品定制品牌,致力于帮助宠物主人表达对宠物的爱,宠物主人只需提交一张照片。 Crown & Poor的艺术家就会把它们变成一幅文艺复兴时期的滑稽肖像。 这是一种不同于市场上任何产品的产品,但是,即使是最好的产品也需要提高知名度。 通过付费广告,Crown & Poor迅速成长为互联网成功的数字原生宠物品牌之一。 取得胜利的催化剂归结为三个因素。 最大化点击率,降低单笔购买成本,并优化其渠道的转化率。 一,点击率推动更多流量的第一步,是制作能让用户称赞的广告,让产品的价值和乐趣得到体现。 制作跨平台的原生内容,并清晰地传达其独一无二的特性。 很快就改进了点击率,但这容易引发另一个问题。 二,单笔购买成本最初,该品牌的加购率相当低,这反过来又推高了成本。 Riz说,我们意识到,这主要是由于选择太多,我们在网站上有太多的选择。 所以人们不知道从何下手,会不知所措,然后离开网站。 为了提高转化率,我们必须从尽可能简化架构流程。 为此,网站被重新设计,以模拟销售渠道。 这意味着减少主页上的混乱,删除产品页面中不必要的出站链接,并澄清工作原理。 选择服装上传宠物图片下单,这些调整解化了产品选择。 减少了客户再选择图片,添加到购物车。 然后在购物车中进行转换时的摩擦。 另外两个关键词,是直接向产品页面添加Quick and Easy Photo Guide快速便捷的照片指南,而不是将其放在单独的URL或弹出窗口中。 最后,在底部有一个扑布式的评论和UGC用户生成内容。 3. 转化率随着销售漏斗的接近底部,转化率成为需要优化的关键变量。 页面上传过程起了带头左右,紧接着Add to Cart下微妙的信任符号。 World Wide Delivery Tracking全球物流跟踪,USA Production,美国生产和Profit Donations,收入捐赠,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。 一旦进入购物车,信任就是解锁。 这意味着,让安全措施变得显而易见。 添加检查选项,在Crown & Core的品牌URL上保留付款。 结合这些因素减少了购物车放弃并提高了转化。 这些努力也在假期购物季得到了回报。 送礼季的销售额直线上升。 在2019年11月,Crown & Core在黑色星期五的转化率增加了三倍。 到12月,这个数字翻了一番,增长了六倍。 付费媒体并不是Crown & Core唯一的想法。 如今,经过付出的努力已经提升了最初的品牌知名度。 他们在Google上的自然访问量呈强劲增长态势。 谢谢大家。